台中一名詹小姐日前骑车经过13崎重化区东兴路一段附近时 一旁重化区内有民众正在放风针 没想到她被断掉的风针线勒到脖子 留下了长达12公分的伤口和疤痕 由于事发地点13崎重化区仍在开发当中 常常有不效改装车在此竞速飙车 民旦也呼吁要加强改善避免成为治安死角 詹小姐拿出伤口照片长达12公分的伤口 再割深一点可能因此丧命 日前她骑车经过13崎重化区东兴路一段附近时 被一旁重化区内正在放风针的民众 断掉的风针线割到脖子当场受伤 我当下去急诊室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不知所措 我不知道是该挂哪一颗 我是问那个柜台小姐她是说挂医美颗 所以当下就是去医美的时候 医生他们是有看一下我的伤口 说其实蛮严重的 对啊然后有可能需要做青创缝合 一直到之后可能过了几天 伤口有点溃烂流浓 我才发现应该伤口会很严重 对啊所以医生才说需要做缝合 它才会好的比较快 那如果没有缝合的话 可能就要好几个月以上换药才会好 那不管怎么样好了之后都还是会流发 回想当下女骑士惊鸿未定 由于十三骑重划区目前仍在开发中 不只有民众在未开放道路内放风筝 过去也传出有不效改装车 再次车距禁速 担心成为治安死角 明代要求尽快改善 因为它已经呈现十多年的一个土地 是空地的一个状况 那又没有人居住在那边 所以很多人会跑去那边做休憩 甚至是有一些不效的青年 夜间会在那边练车飙车 甚至我们在地上也都有发现针头 那我想周边的民众都会很恐慌 尤其十三骑夜间的这个基础照亮 也都不是很完备 那监视系统也都没有建置的很好 对我觉得那边真的很需要被改善 因为其实那边的车流量很大 对那我每次现在上班的时候 骑摩托车 那我都会做防护 可能就是穿外套戴手套 然后经过的话可能就会时数很满 那除了三米西路留涩一处 施工人员进出的出入口以外 我们旗里的计划道路出入口 目前借以纽泽西护栏来 来密接阻隔 那平常我们有请施工厂商 也不定期来巡检工具 如果有发现非施工人员 散入工具的话 我们也都会与温和的来劝离 那如果散入的民众 没办法配合马上离开的话 我们会就请那个警局这边 来报警协助处理 市府回应会派人加强巡逻 若有民众擅闯将进行劝离 不过受伤的张小姐表示 伤口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复原 希望市府好好管理 不要再有其他人受害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